胡总胡总 你知道阿里国际站当时是怎么发展起来的吗 说到阿里国际站 很多人在说前期是如何的辛苦 后期是如何变成互联网巨头的 但是这个中间是不是缺少了一块 你思考一下 阿里国际站在前期发展的时候 享受了谷歌很大一份红利的 他在这里面干了一些非常漂亮的事情 你知道是什么吗 当时阿里把很多的产品关系 进行了填充和优化 把数量集从十万家百万家到千万家 这导致了很多国外的用户在搜索的时候 搜索出来的内容绝大部分是阿里的页面 这让更多的外国人知道 通过这个平台可以买到中国的户 使得阿里的流量称称称的往上涨 这也吸引了很多中国的企业入住到阿里的平台 实现了从免费的模式到收费的一个转型 再加上当时阿里铁军的疯狂市场破绽 所以说想不放得起来也很难 你懂了吗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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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